蔡麗卿 太有意思了 這是封傳媒寫的 說新竹地方人士透露 蔡麗卿在新竹市政府批某些公文的時候 尤其是高宏安特別交辦的案子 蔡麗卿對於有問題案子的公文 會心生警惕 一般我們批公文大概就是渴 渴 渴 如你 對不對 應該沒有人看過 這當然是網友做的梗圖 這高宏安 後宮中庭傳 外傳 奉命批 可 坤宇宙 你也看過很多公文對不對 你有看過奉命批 可嗎 當然沒有 我看過最誇張的事情 是陳塘三批的公文 因為他那時候從美國回來 所以他中文不靈光 他說批OK 那時候在台南縣政府已經被人家笑了很久了 那大概是最誇張的事情 然後那個奉命批可就讓我想到蘇啟兒 那叫奉子討飯 那意思是一樣的 那不是我的事啊 那你不要以後不要找我 就算法律上面說奉命批可 還是你批了可嘛 對不對 那真的有出事還是會找上你 然後你就說沒有辦法 那個市長叫我的 我沒有辦法 因為市長 首長為什麼不批這個 不親自批 理論上副市長呈上去 那首長批嘛 對 副市長不贊成 首長贊成就好 那首長不想擔這項責任 不想要在這上面留下公文上面留下痕跡 所以有很多首長有很多巧 有時候叫進來講啊 你去給我把那個東西批一下 你趕快 然後要不然就是上面貼服貼啊 那精明的公務員都會有 我就看過很多精明的公務員 那個家裡面有一個file夾 那file夾裡面有幾百張 都是那個便利貼 每一張背面他都把它寫名 哪一年哪一月 公文哪一張 長官指示 這是保命防身用的 所以會不會蔡立新到時候拿出來也是一堆 所以他會這樣子寫 我們大家都覺得 我們在看過了這種東西以後 看完那四個字 我們都覺得說 你高峰安小心點 一個人會敢於在公文上面這樣子批說 鳳令遺可 那他家裡面八成會有留東西 要嘛留錄音帶 要嘛留便利貼 你真的 因為他已經想到最壞的狀況 我要上法院的時候我要怎麼處理 因為聰明的公務員不會這樣做 我父親以前是退補會的公務員 他說批公文 怎麼批渴 怎麼批 你如泥 照你泥定的 所以這不是我的意思 所以我是如泥 所以怎樣是你 你泥的 我是如你所泥 是下面寫的 然後這個如泥送上去的時候 上面就寫說 泥如泥 我打算照你這樣辦的辦 然後再送上去上面寫 如泥如泥 反正照你們說的說的 他們說的辦 反正就不是我辦 最後反正都沒有人 對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